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黑夜骑士 欢迎来到户外 今天来测评一款望远镜 刚刚拿着望远镜 这是优商家提供的一个望远镜 今天看它的性能怎么样 因为我们要看比较远的地方 前面很显然是盖子 哇 看的确实挺清楚的 倍数很高 这个望远镜的倍数很高 16倍有这么高的倍数 好 现在我要试一试 用这个望远镜的目镜对准镜头 看你们能不能从这个目镜里面看到对岸 首先看一下对岸 非常的小 几乎看不清对岸的情况 那我们用这个望远镜 哎呦 挺蓝的嘛 看到吗 看到房子了没有 很清楚吧 能拉得这么近 这是16倍的距离 16倍的倍数 看见吗 可以看到房子 然后我们拿掉望远镜 哇 几乎什么都看不到 现在对面 正有两艘大船 三艘大船经过 看到没有 我们现在用望远镜看看 望远镜中的镜头来看看 看见吗 这就是我们拍的大船 很清楚 很清楚 上面的字体都看得很清楚 甚至能看到驾驶舱的人 只不过我的手抖动得非常厉害 因为倍数太大 可以看到 对岸的水泥塔 对岸的水泥塔 是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常常都是什么东西 看不清楚 现在我们用望远镜来看一下 好 通过望远镜 我们观察到的水泥塔 到底是什么东西 要是有个三脚架固定一下就好了 我的手抖动得非常厉害 因为这倍数很高 也受轻微的抖动 这个镜头就会晃动 这个塔上面还有个东西在转 好 又一艘船经过 我们已经盖上看看 嗯 这是一艘船船的 这好像是运石油的 运气罐的 一发气的吧 就刚才看到的情况来说 这个望远镜还是不错的 相当不错的 几公里外的目标物是一清二楚 现在我想等到晚上 试试它夜晚观察目标物的效果 晚上用它看月亮应该不错吧 好 现在想办法把望远镜 给固定在这里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里面 哇 看到月亮了没有 太亮了 再调节一下 这就是拍到的月亮 怎么值得一个光球啊 哎呀 终于捕捉到了 手机终于捕捉到了 这是通过望远镜 望远镜里面看到的月亮 哎呀 走得太厉害了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望远镜里看到的月亮 能够看到一点点 月亮上的环境山 哦 朋友们 受不了了 这里的蚊子 非常受不了 我没想过这里会这么多蚊子 到处都是蚊子在飞 咬死我了 不过我们充公忙忙的 用这个望远镜 看了一下月亮 大概能看到 月亮上面的一些细节 还是非常清楚的 只不过今天天气可能不是那么好 这个月亮不是很明亮 下次有机会我们再 找一个天气晴朗的机会 再出来看一下月亮 好了 不管怎么样 今天就会这款 放着望远镜 使用测评到这里结束了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